由北京市宣传部指导 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节目 《认识你真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 从3月18号到3月23号 在北京卫视连续播出6集 晒出了资本论、道德经、孔子嘉宇等一长串 包括中外经典在内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 并称习近平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里 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悟出了生存与毁灭的哲理 并从法国文学悲惨世界 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节目还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 是要把外来的马克思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 再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根脉 把这两者互相结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究竟能否走得通 习近平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地晒出他的书单 我们要如何从书单中的道德经、资本论 哈姆雷特和悲惨世界等 综合古今中外的典籍 来剖析习近平的心理 读懂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起探索他究竟要把中国带往何方呢 时大谈今天下半场 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香港实证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 潘东凯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卿先生 李恒卿先生欢迎您 好 大家好 谢谢 好的 欢迎二位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通过 美国直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 并参与我们的讨论 下半场我先来请教潘东凯先生 因为您有一本书叫《炎黄解读》 中间有一张是专门针对习近平 针专门针对这个习近平晒书丹 这件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那么您书中就特别提到说 习近平过去没访问欧洲、美国 每到一个国家就说 他喜欢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伟大作品 这个是到了美国就说 他喜欢华盛顿、林肯、罗斯福 喜欢这个梭罗、惠特曼、马克、图文 捷克、伦敦等等 那到了俄国去还又说 他喜欢的这个普希金、图格涅夫 杜斯托也夫、斯基、契科夫等等 这些书他说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那您怎么看习近平 谋晒书丹这件事情呢 派东凯先生 这个事情非常的有趣 我这本书啊 是我头一本书 已经出版了超过八年 而且在这个书里面讲的东西 都是十年前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的话 他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那的确是在欧洲跟美国 英国跟俄罗斯都塞了很多书丹 但是很久没有做这件事了 最近重新搞这个玩意 我觉得就好像马克思说 历史是重复的 头一次是一个悲剧 第二次是一个闹局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要重新演绎 因为现在他做的这个东西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他塞这个书单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水平的 讲了一大堆 很多评论就说 根本人就没办法读这么多的书 是没办法在这个 这个超越呢 我们接受自信的一个 一个常理的那个能力 就是超越人类的能力 但是现在他讲这些话呢 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军事 我猜大概是王惠宁这些人吧 这些人也不是傻的 王惠宁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傻的 我觉得他们是 现在在西方 我们要远一点 要认真地看一下 现在在西方来说 在文化层面 在全土价值 在政治的信仰 我们是在一个 适乐的一个年代 这个混乱的局面 现在的那些 那些我们叫 我不知道中文是 那些觉悟一代 那些左派的理论 那些对那个 性别啊 性别啊 对那个人权啊 对种族啊 都左跟右 有严重的对立 现在以前法国大革命 不是提出 自由平等博爱吗 自由平等博爱 这些东西都很好看 都可以很容易理解 其形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这个 新时代呢 他们提出是 DEI Diversity 那个 Equity 跟那个 Inclusivity 这个就是 这个 现在不是平等了 多元暴容 但是实际上呢 又不多元 又不暴容 所以呢 现在这个混乱的时候 他就说 齐蒂米就说 我们这个是中国 文明 家里门现在左翼 非常流行的马克思 两个结合在一起 旧平 这个可以说 新平旧旧 但是很有吸引力 在这个混乱 日上的世界里面 就是说 谁都乱讲话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就很难说 哎 你这个中共好像没有道理 但是他就说 你们西方的道理 又在哪里呢 你们不是 自己在吵架了吗 所以在这个混乱的时候 那个人类的 命运的共同体 究竟是什么呢 他也 你不会轻视他 在这个背景里面 是跟十年前 我这本书讲的 是不一样的 好的 感谢 潘东凯先生 李恒青先生 其实刚刚潘先生 我觉得他听他讲这份 很有意思 好像这一次 不只是筛书 但是大家像笑话一样看 背后会不会有一个 所谓文明之间的战争 这样更高层次这个战略的意义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习近平号称他自己 博览群书 但这一次他除了这个 外国的典籍之外 莎士比亚 悲惨世界 他谈了很多中国 古代的这个典籍 包括道德经 包括论语 这个孔子 嘉语等等 这个您认为 是不是像刚刚潘东凯先生 说的 这背后有一个跟 西方文明对抗 我们现在这个中国 要把马克思跟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结合 所属一个新道路 有这样的一层战略意义吗 十多年后再晒书 但是有人献计 还是他的军师 真的有一个新的 不同的层次的战略思考呢 一向请教李恒卿先生 好的 我觉得啊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像习近平啊 他现在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未必是他那么想做的 像习近平身边啊 有不少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有不少流去拍马的人 所以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啊 大概呢 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想到他那个地方 去邀功请赏 像这个六级的这个 这个晒书丹的这个事情 是这个北京电视台搞出来的 所以我想啊 这个呢 应该说很有可能呢 是就是大家在邀功 你像原来的 这个陕西省的省委书记胡和平 那个时候呢 也是在邀功 就搞出了梁家河大学问 你看那个时候 曾经一度呢 是风生水起 后来梁家河大学问呢 这个还为他呢 建立了好几个研究院 在大学里头啊 那个时候呢 这个财政部专门给他拨款 然后呢 去做这个 做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 你看现在还在 有人在研究梁家河的大学问吗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学问嘛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实际上呢 这个呢 很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确实啊 这个习近平呢 总喜欢晒这个书单 大概是想说 他自己很有学问 还读过很多的书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啊 真正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 很有思想的人 反倒不愿意炫耀自己 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 老师讲过一个 这个安斯坦的故事 他就说啊 每个人的知识啊 就像一个圆 画了一个圆 知识越多啊 这个圆的这个半径就越长 这个圆的周边啊 这个周长啊就越大 所以他扫过的 未知的领域就越多 所以呢 这个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那在这种 这种人的面前呢 实际上呢 他一直在想去求索 去想解决问题 所以呢 不是说呢 要想去晒 我读了多少 多少本书 或者是我知道 多少本书的名字 所以我想啊 希望呢 习近平能听到这个故事 努力读书是好事啊 但是对外炫耀 吹嘘就大可不必 最后就肯定是一条大方了 嗯 好的 感谢李恒卿先生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 对于这个习近平的书单啊 有很多不同看法 我们来念几个 然后请教潘东凯先生 TriDog2023 他说习近平猛晒书单 就是单纯的 最缺啥就怕人说啥 皇帝新衣的心理 习对自卑 也最忌讳的 就是他只有小学文化这件事啊 所以一定要装出一副 博览群书的样子来 只可惜水平实在太低了 装都装不像 James江南小杜 这位网友他说 读了那么多书 难道还不能出口成章 还要翻他的小本本 这是在骗谁呢 与虎谋皮二世说 近来这个晒书单 可能是有点来头啊 可能是习本人的授意 也可能是习的有关下属 向宣传部迎合主子 然后得到习的默许 其实这个习的书单 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笑料了 那么估计他这个 可能已经有听过 自己也听到这些大家传闻啊 所以才要想再一次的晒书单 但是是哪壶不开 听哪壶的纯举 还有一位叫天地良 这位网友他说 都明白两百斤 是什么样的学士 晒书单就是预盖明章 连秘书帮他写的讲话稿都念错 对这讲的是这个G20 2016年他把这个通商宽农 都念成通商宽一 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 连习近平他爹的同僚李锐 李锐也是毛泽东的过去的秘书 说这没想到习近平文化水平那么低 初中水平都不到 可见习近平这个小学博士 是在自吹自擂 那么我们今天网友 有关于这个书单的这个评论很多 不晓得潘东凯先生 您怎么看我们的网友讲说 这个连李锐都曾经说 他只有小学水平 所以他可能是缺啥就要更讲啥 赛书单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和思维 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刚才那些意见跟评论 是我的书 八年前的书 也是这个论调 但是我说 他从那个时候 已经是停下了 这个行为已经很久没做 突然现在要重新做的话 我们不可以重复 我们以前的分析跟评论 一定有新的内容在里面 一定有新的原因甚至有因 他才做这一块 我就觉得我们要看的不是中共 是外面的世界 十年前八年前 那个西方的文化体系 那个本身的自信 还是非常强 非常非常巩固 很强的 但现在那个西方的文明 自己对自己的自信 已经薄弱了很多 而且我想那些DEI 那些新的左派的理论 那些左跟右的斗争 那些国家里面的分裂 就是说现在在西方里面 是非常的严重 保守派跟激进派 中心的水口不容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都很混乱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讲的话 也许我们觉得很幼稚 但是你对比一下 西方那些领导人讲的话 包括美国的总统 包括欧盟的领袖 他们其实自己有什么 固有的传统价值 有什么信仰呢 他们也说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说现在跟八年前 跟十年前不一样的话 现在所有人都打 这个离仗的摔跤 而且所有这些传统的 文明的冲突 现在两边的水平 都降得很低 在这个时候 他在讲这个马克思 你就要小心一点 现在马克思 在20年前 马克思是西方没有人看的 现在你去看一下年轻人 看一下我们在美国的长春城大学 在英国的大学 他们都说 马克思没有 我们现在就讲左翼了 我们就抵抗那个 白人的右越主义 抵抵抗那个男权 抵抗那个西方的那个垄断 现在他们讲的都是 跟马克思那些又合在一起了 所以呢我说 你不要轻视他 不要觉得他是小学生 你就觉得这个威胁不存在 因为我觉得从十年前到现在 很短的一个时间 西方的对自己的自信 而且他西方的那个 以为自己有的价值 都应该是 你们 我们自己里面的抵抗力 已经弱了很多 而且奋起很大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 李恒青先生 其实我觉得潘先生说的 也有道理 所以当中我们很多网友认为 说这赛书丹 纯粹就是一个笑话 可能这十年来出的 几百本书 习近平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出哪些书 都念不全这些书名 之外呢 其实要有一个新的思维观点 去看这个赛书丹 这件事情 因为当中 其实这一次的 这个认识你真好 习总书记的书单当中 有特别有一个新的点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 向您请教 因为当中他特别提到说 习近平的文化思想 是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 当成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 再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当成根脉 他要把这个魂脉跟根脉 两者相结合在一起 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您认为这样的说法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 意涵跟思维 这一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路 能走得通吗 李恒青先生 我想这个 这个跟习近平的 他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叫做一个逻辑 应该是一脉相承 习近平从当上总书记以后 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都是想当然的 都是想当然的 最后他脑子里头产生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在听到他周围不了 给他的一些东西以后 然后他就想当然的 就把这些思想就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刚才想说 就跟你提到的 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想法 做成一个脉 然后跟中国传统文化 这一脉相承 最后结合在一起 就走出了一条 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条大路 所以像这种想法 可以说说而已 也可能他身心不疑 但是真正操作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你说真正中心结合 是不是会走出一条 这条路会不会走通 那我倒觉得实际上 应该说人类的文化思想 实际上是相同的 它根本不存在什么 随土不服这种说法 所以中心结合这个道路 肯定能走得通 但是作为中国来说 中国政府却一直 就是说把这个叫做 这个像比如民主自由法治 分权制衡 三权分立 这些东西成为西方的 西方的那一套 他们都要那一套 那马克思主义呢 其实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不管是从德国英国 还是最后从苏联 最后传过来的 他们现在呢 却把它呢 就认为那是个经典 然后是指导中国的这个 这个道路的这个方向 这方向的这么一条东西 所以呢我想啊 这个更多的 还是延续的 从清朝末年的时候开始 那时候一直在说 叫中学为本 西学为用 中国共产党啊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实用主义的 它的本就是什么呀 就是打江山坐江山 和皇权没什么差别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好的 感谢李恒清先生 潘龙凯先生怎么看 这个一脉相承啊 还有就是 除了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这条路 能不能走得通之外 中西结合的路 也要看这习近平 他这个背后的用意 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文化思想 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外来的 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 是要借此把中共 中共在中国的执政给合理化 合法化 它背后的用意 你怎么分析 还有中共极权统治的思想 究竟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隔 又是在哪里呢 潘龙凯先生 我觉得他们其实走出这一步 下这步棋 其实我要佩服他们的能力 有一种audacity 有一种胆量 这个胆量其实有效的 为什么有效呢 因为我说在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中共曾经一段时间 是把这个文化的革命 批判得很严重 而且他们不敢再说马克思主义 后来他们就变了民族主义 变了民族主义 我们的大中华 我们中国的几千人文化 这一套当然是变人的 问题是现在他头一次 把以前的中共的中共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 跟以前的大中华那一块 把它合在一起 说我们还是正统 那你跟他讲自由民主的话 我就说在这个政治的理论里面 很多骗人的东西 不光是在大陆有 在西方有蛮多的 我刚才在伦敦的书店里面看一下 所有的主流书店 在政治理论的那个书柜里面 那个专柜里面 一半以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都是左翼的理论 所以说他说我是马克思 你说我也是马克思 因为我觉得20年前 我们不是把这个马克思 共产主义批判的淋漓尽致 以为他不会再复活的 现在已经在西方复活了吗 你自己是在一个市场混乱的警戒里面 他就跟你说我们还有另外一套 我们那一套比你的更好 所以在这个混乱里面 其实小学生都可以做王帝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看这个是西方本身的没落的问题 我们又正视我们为什么到了现在 这个西方文明里面 那个路越走越窄 越走越混乱 越走越没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他这一套其实没有市场的 所以我看现在这个问题 不可以威胁 好的 感谢潘东凯先生 我们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再请教李恒青先生 因为这个当中 这一次赛书兰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16岁 就在陕北的窑洞中 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悟出了这个生存与毁灭 to be or not to be的哲理 那么究竟他有没有读懂哈姆雷特 我们这个网友有很多的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 这位叫做Lee Hart 这个网友说 哈姆雷特讲的是王子复仇 不是复辟 还有一位叫二刀的网友 他说习近平16岁的时候 就思考如何让自己生存 让别人毁灭了 还有一位叫John Zan的网友说 不知道皇上是不是真的读了这么多书 他从这个浩浩荡荡的文学 和历史著作当中 没有学到独立的思想 没有学到自由的意志 人文精神 民主科学 除了书名 他什么都没有学到 我也想请李恒青 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我们今天网友评论好多 对这个事呢 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啊 其实呢 习近平受了不少的保护 我想呢 他那时候一直在想找出自己生活 活下去的这个路 在那个时候 这个才是他 他当时想读这个 他在读哈姆雷特的这个时候 我猜他的想法 而且啊 应该说啊 在那个时候 什么哈姆雷特的啊 他读的那些书 包括老子啊 道德经啊 这个论语啊 那东西都是四旧啊 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腐朽思想的书啊 那时候想能够拿到 能看到 那都是读草 都读不到的 对 都是看的 所以我想呢 但是他就说呢 他把这事描绘成 他在那个时候 16岁 因为读这些书就树立起来了 为祖国为人民 贡献出自己的信念啊 我想这个 这可能都是后来的 他的那些 底下的手下的人呢 在帮他追 然后呢 把他说成了一个神仙 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不想评论了 嗯好 再念几个有趣的网友的评论请 潘总感谢你跟我们回应一下 这位叫做于次郎 他说 强烈建议 习近平应该要再多看一本 毛母的人性的枷锁 看完之后 他就会开始思考 自己是哪根葱了 还有一位工作人员 他说 不晓得习主席的书单里面 有没有 周楚除三害 这应该是 《试说心语》里面的故事 也是最近在台湾很红的一个电影 在大陆也是大卖的一部电影 周楚除三害 不晓得习主席有没有看过 还有这个Julian 他说 这习近平主席 看的应该是1984吧 其他的书可能都看不懂 那不晓得潘先生怎么回应 还有我们时间有限 也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习近平书单当中 他喜欢的书 那么世界要如何从这书单中 真正的读懂读通习近平 他脑里的思维呢 潘东凯先生 你只有30秒 我看如果读书的话 还是看一下电影 那个《诸楚除三害》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把那个邪造的那个造主 把它消灭掉 这个就是在大陆大卖的原因 那你会建议这个习近平 给他开几个书单吧 你认为他应该看哪些书呢 他今天书单这么长 您背后有好多书 最后20秒跟我们推荐几本书 你觉得习近平他应该要看的 很难说呢 他应该看的就是 我觉得潘牧的 对那个极权的批判 好的 非常感谢 潘牧先生的书 潘牧先生的书 可能还有余英时先生的书 也可以让习近平要来阅读一下 今天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 还有李恒卿先生 二位的精彩点评 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再次感谢两位来宾